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3月7号星期二 中国有一个亿万富豪 叫徐波 他网上的网名叫竹老师 竹是竹州的竹 老师就是一般我们上课的老师 叫竹老师 他说他是中国多亿网络 电玩公司的创办人兼董事长 今年45岁 亿万富豪 当然他的身价 我看这网上说的特别乱 有人说是有200亿人民币的身价 有人说是20亿的身价 可能20亿是不是美元 我也不知道 当然他们这种 因为他这个身价跟着他的股票走 他们这种公司 就是说公司在高点的时候 可能身价就比较高 突然有一天公司有什么事的话 身价可能一下就真的就从200亿 就能到20亿去 不过20亿也很多钱了 徐波他自己曝光自己家里 有20个儿子的影片 而且清一色全部都是男生 都是儿子 20个儿子 徐波自己 他说他自己是不结婚 不婚主义者 但是要让年轻貌美 高智商的女子来传宗接代 打造出精英世界 目标他一共是要生50个孩子 现在有20个 刚刚完成了 就是接近一半的一个目标 后面还有一半 要继续奋斗 然后现在据说 他有固定的有6个女人 跟他一起生孩子 固定有6个 但是这里边好像还有混血儿 据说还找了外边的人 到国外去 有做的这种 找了老外生的 但老外那个好像是找的 就是那种代孕 这6个就是直接自己生 比较简单粗暴直接 他这个情况出来了之后 现在就是说分两派 一派就是说不太能接受 另外一派就是说 还是以鼓励为主 咱先说他不能接受这一派 就认为徐波只把女性 当成了生产工具 他作件女性 还有人说 说以后争遗产会争死人的 这么多孩子 说搞不好以后 徐波就被他这群儿子就弄死了 反正这就是咒他的 不高兴的 当然徐波自己 还有很多他自己的这种理论 就是如何跟这些女性相处 然后女性应该做什么 他做他的这个理论 他这个理论 多少有点歪理邪说 我就不说了 因为他这个理论 反正以目前的女权 看起来是不能接受 我不是一个女权 我看完之后 也觉得好像稍微的 有一点太偏薄 因为他现在已经挺 他这种行为就比较昭黑 你知道吗 已经够昭黑的了 我们就不再说他这些东西了 就不再帮他去昭黑了 没什么必要 当然你感兴趣 你自己可以上网去搜一下 去看看他还说了什么 反正女权是非常的不满意 我觉得女权说他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女权说他两句 他这种行为 被女权说两句 首先他就把女性 这的确都误化了 当成染工具 然后他只要儿子 不要闺女 只要是闺女就打掉 儿子就生下来 反正就这种特别传统的 中男性女 等我来讲 女权主义者接受不了她 也都很正常 对不对 肯定接受不了她 对不对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说女权 这方面是对打 没问题 我承认 但是我要说一下女权 女权不光骂徐波 还骂徐波早年六个 年轻貌美高智商的女子 帮她生孩子 就觉得六个女性 丢了女人的脸 把自己当成了生育工具 帮有钱人专的 就是说人生 就变成了帮有钱人 生孩子去了 就是骂他们 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好 我觉得女权主义者 骂徐波没问题 骂什么我们都算了 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但是骂那六位女性 这个是不对的 为什么是这样 女人的权利是什么 知道吗 就是自主 自觉 这是她的权利 有没有 那在这个里面来讲 徐波并没有强奸任何人 徐波早年女性 都是成年的 然后呢 没有跟他们任何人结婚 所以也没有受益到重婚 有没有 然后现在的国家呢 也这个不管了 也那个就是说多生了 以前多生了 还有惩罚 现在多生了之后 也没有惩罚了 国家也不管 所以从各方面来讲 徐波跟这几个女性 没有形成任何违法犯罪的行为 那这几个女性呢 还跟徐波呢 就是说也好像有钱有协议 就生了一个孩子多少钱 怎么回事了 是有这个说法的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觉得你们没有任何人 可以去说这几个女性 这几个女性 没有就是说被破坏 也没有迫害任何人 没有违法 也没有协助任何的违法行为 那他们的人生 有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什么叫真正的女权主义者 就是说如果一个女的活出了女权主义者认可的人生 那么女权主义者就承认这个女的是一个成功的女性 比如说她可能 比如说考上哈佛 然后呢 精英分子 然后呢 这个不需要男人 也不结婚 也不谈恋爱 以前美国不有女权主义者吗 就说说 这个男人跟这个 什么自行车一样 就是说我 我完全不需要 不需要 后来她最后还是结婚了 后来很大了 结婚了 然后问她说你这个为什么 她说自行车偶尔也是可以骑一下的 我记得好像是这么个意思 这个就是说 说这个意思 就是说 但是这种女性呢 可能到这个女性到最后呢 也被女权骂 就觉得她坚持了一辈子 最后呢 还是必须要嫁给一个男人 也是被骂 那有一些女性呢 就是说她就是不结婚 不依靠男人 但是也有男朋友 然后呢 她呢 也不需要小孩 然后那这种呢 可能就是说 比较 女企业家 那这种呢 就是被女权呢 就是说是认可的 女权就认为呢 这种人是有呢 女子的这个权利的 是帮我们女人争光的 那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完全不对的 就是说 什么叫女权 女权就是女人自主 以前的话 女人是不能自主的 未婚之前听父母的 结婚之后呢 听丈夫的 丈夫死了呢 听子女的 就是说这个 未嫁从父 那个计嫁呢 从父 夫死从子 这三从四得 那这个呢 是完全不对的 就现在来讲呢 我觉得 女人就是说 追求自己的这种 理想 追求自己呢 想要的这种幸福 只要她自己 觉得幸福就可以了 如果她认为 她放弃了学业 放弃了什么 跟徐波在一块 然后生孩子 然后呢 挣了钱 她很高兴 她很幸福 那这就是女权 没有人逼她 也不是她父亲逼的 也不是她丈夫 她没丈夫 也不是她丈夫逼的 也不是儿子逼的 对不对 问题是自己去 自己去选择 那什么叫女权 这就是女权 她就有她的 那么现在变成了 谁在压迫她 你知道吗 谁在压迫这个女人 女权主义者 在压迫这个女人 知道吗 她的父亲 已经管不了她了 丈夫也管不了 儿子也管不了 现在女权主义者 对她的直直点点 跟她说 你那人生 不能这么着 你能这么着 那你这样 你跟她爹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区别呢 那以前不也是吗 那爹都跟你说了 说你不能嫁给 那穷小子 我让你嫁给谁 你就嫁给谁 我是为了你好 你这样的人生 才要成功 对不对 那你现在女权 跟她爹一样 就是说你不能 跟徐波在这儿 搞这东西 你要离开她 你要认认真真地 去过自己生活 怎么着 你这样才是对的 那样就不对 那你女权 现在不变成她爹了吗 对不对 你不等于 把她爹赶跑了 你又来了一个新爹吗 你跟共产党一样吗 对不对 把帝国主义推翻了 然后我来剥削你们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女权就在这儿了 就是女权 现在完全是谢斯底里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女权主义 现在是压在女人身上的 一座大山 你知道吗 天天在剥削 压迫这些女性 然后就教导这些女性 要按照女权主义的认知 女权主义的价值观 去生活 你才是成功的女性 你才能配得上 叫一个女性 如果你只要 但凡着你跟女权 的想法不一样 你用你的想法 你想相夫教子 想不工作 在家当一个家庭主妇 女权主义不满意 你就会自卑 你就自叹 你就自怜 你就觉得坏了 我对不起女人 我不配当一个女人 这是绝对错误的 好不好 这来讲 所以我们就 说清楚这个事 这是关于女权 另外一个 当然有一些人 就还是支持徐波 认为他有钱 就有实力 说他增产报国 有什么不好 说现在国家生不出孩子 他增加产量 报效祖国 关于这个事 我们要说一点 就是说 首先来讲 中国现在就是生不出孩子 这是事实 然后生育率连年下降 一点一点再下降 当然还没有日本的那么悲惨 日本现在简直就太悲惨了 但是中国也挺悲惨的 在追随日本的脚步 我以前就谈到中国生育率低的时候 我就说到一点 我就说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知道吗 就是说要顺其自然 政府尽量不要管 老百姓 愿意生的 有能力的 就多生 没有能力 生不了的 就不生 没关系 都顺其自然 谁也别逼谁 知道吗 就是说像徐波这种 他有这个能力 他愿意生 他有这个欲望 对不对 他生了20个 那么你就让他生 他去牛逼 他生了50个 牛本他牛逼 给我生了800个 他们说历史上 中国历史上 好像生了最多的 谁 一个是康熙 康熙帝 生了好像是50几个 还有一个皇上 生了80几个 这两个比较多的皇上 但是中国历史上 最多的就这意思 当然了 据说 周文王 周文王有白子 是不是 当然这个是 风神榜 这是神话故事 传说 但是是不是 咱不太清楚 但是反正真正有 历史史实 记载的话 有这么两个 但是在国外 有一个帝王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那个帝王是最多的 他一共生了 800多个孩子 这个比较牛逼了 就800多个 好 这个怎么个 生法 这哥们 反正生了800多个 反正准确率也相当高 我觉得 要不然的话 也就不容易 他不开玩笑 接着回来说 说这个 所以呢 我觉得是这样 当然徐哥这个行为 也不是特别的鼓励 但是呢 你看我前两天 看了一个视频 上海的一个快递小哥 他白天送快递 一干了十个小时 甚至十一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然后到了晚上 就是骑着他那样电动车 跑一个桥洞的底下 到桥洞的下边 就是说过夜 连房子都没有在上海 上海房子可能太贵 在桥洞下面 然后你以为 他一个人不是在桥洞下面 睡一溜 睡一溜 都在那 他就那种隧道 那种桥 那种叫什么 就那种隧道式的 那种洞里边 然后呢 就是说可能也风吹不着 也雨淋不着的 就躲在里边 然后就在里边睡觉 那你说这快递小哥的话 你政府当然 当然你政府 就是希望就是说 大家都一起生 对不对 那你说你逼这快递小哥 有用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用 你逼他 你逼他干什么呢 对不对 你在他现在 就是说也没有时间 手也没时间 一天工作十个小时 对不对 晚上回来累得够呛 就睡觉了 他也没地方 对不对 也没有这环境 然后也没有那人 对不对 真的是他 你怎么能只让他一个人生 对不对 他也没时间 也没钱 没钱谈恋爱 没钱结婚 没钱生孩子 你逼死他 他也是没辙 你就别逼他了 那徐波这种呢 既然愿意生 你就让他多生一点 但是当然了 我也明白一点 从这个就是说 社会学来讲呢 其实不太好 因为你就是说 你再成功 你再聪明 你的孩子也是均值回归的 你知道吗 他那个快递小哥呢 再奔 他的孩子也是均值回归的 这个东西不好说 所以大家呢 如果有一个平等的 一个生育权的话呢 就会把人类的这个基因库 比较完整的保留下来 那如果呢 只有一部分人保留了 另外一部分人没有的话呢 那可能有问题 但是呢 科学家虽然这么说 但是现实情况呢 人类这几千年的历史呢 一直都如此 人类这个几千年历史 其实近几十年 还在比较公平的了 那因为你知道这个 亦夫亦妻制 其实也就是近一百年的事 你知道吗 再往前面的话呢 还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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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香港现在很多人还没有死的 不还这个三亲四妻了吗 就刚刚过世的这个赌王 不是有四个姨太太吗 是不是 赌王说是不是有四个姨太太 对 你就想 你看这还都是 这都是我们都知道的人 对不对 这都是近代的 对吧 那种古代的就更别提了 所以呢 其实以前呢 也都是这样子 以前 你看他们说那个羊群嘛 说这个羊群在交配季的时候呢 公羊都打架 然后最后呢战胜了所有公羊的那一只羊 跟羊群里所有的母羊都去交配 就是要把最好的基因留下来 但是反正也没看出羊聪明来 也可能聪明啊 没体现出来 不太体现出来 但是就说这意思啊 说这意思 所以呢 就是说 我觉得他们应该干什么 你知道吗 他们应该做数学题 让数学题做的最快最好的那一个 跟所有的母羊交配 我觉得他们可能就那个 就不再被吃涮羊肉了 他们就开始涮人肉了 你知道吗 但是他们总是就是说 最能打的那个留下来 所以最后还是被涮羊肉了 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开玩笑啊 开玩笑 别跑题 回来接着说啊 但是你这么想 也不光是这个徐波一个人这么搞 其他的有钱人可能也会就这么 这么搞 但最后说生多了吧 其实也差不多 还有呢 反正就是所谓的人类的这种 就是说基因库吧 其实据说呢 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完整的基因库 你知道吗 反正说这么说 还有一点呢 这个徐波呢 他也不是玩命跟一个人生 对不对 一个人生二十个也累死了 对吧 所以呢 他也是找了好多一起生 所以呢 虽然有一部分是他的 但是另外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基因在里边 而且呢 一般来讲 儿子都随母亲 随一般儿子随母亲吧 女儿随爸爸 都是这样 虽然我个人觉得呢 还是可以的 然后到现在为止呢 就是说网上虽然在吵这个事情 但是官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表态 我们当然不知道明天会不会 后天会不会有官方有什么态度出来 但是我希望官方的表态之前 要考虑一下 就是说这盆冷水不能浇 你知道吗 中国现在生育率太低了 我今天看到一个就是说幼儿园招不上学生来 说以前都是什么幼儿园呢 孩子追着老师跑 现在都是老师追着孩子跑 太少了 那其实前几年就这样 前几年我们这个天津就有一个小学 那个小学一共呢 就招了一个班 那一个班呢招了四十几个学生 然后全校的这个老师 叫校长老师教务后勤 加一起全校一共有五十六个成年人 叫四十几个孩子 这一个年级就就就就就光上这这这一个班 反正说说说这意思啊 说说这意思 所以呢我觉得呢 就是说我希望政府呢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保持冷静 保持克制啊 不要呢这个泼冷水啊 我觉得甚至呢可以采取一个呢 就是说鼓励或者默许的一个态度啊 鼓励呢这些有钱人有资源的人 能生就多生一点啊 这个对国家未来来讲呢 不见得是个坏事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你看啊 就是说为什么 你看以前我是这个不认可白左的 后来听了狄东生一些东西啊 狄东生他用一种比较就是说 从对社会有利的这个角度 从利益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呢 我倒比较容易接受 就是说白左讲的就是说 为什么要收一些这个遗产税啊 因为呢比如说你一个人你特别有钱 你的孩子又继承你这些钱 他就会有这种强大的不公平性 那其他人就很难来跟他去竞争 对不对 但你这么想啊 如果一个有钱人 他有一百个儿子 那财产一丰也没上啥了 对不对 因为你就认为呢 因为他们收的遗产税 不知道是不是 有的好像多了说50% 60% 80% 对不对 那你想他如果有10个孩子的话 每个孩子就只能继承10% 你也不用收遗产税了 对不对 他反正也不会就是太那什么 对不对 他们就就就直接就分家了 如果他要有50个和100个 那分的更多 对不对 那你就不用担心了 就未来不公平了 对不对 到他下一代自己就这个 这个刀兵相见了 对不对 真的是 真的是被他这包儿子 四半分了 吃了 说这意思啊 所以呢 我觉得呢 鼓励吧 我觉得如果是政府的话 尤其在目前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应该鼓励 日本你看这么鼓励之后 有钱人都不衍生 这就是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啊 但是中国呢 还是这个 我觉得文化差距是不一样的 中国还有广大的农村地区 农村地区其实很多人还是愿意生的 想生的 你看那个八孩妈呢 不也生了 生了那么多吗 对不对 他就觉得总会有一个出人头地的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 政府呢 在这种时候 千万千万 不要再有错误的举动 因为如果再有错误的举动的话 那么未来的10年的20年 中国就完完全全走日本的那个过程 就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而且你要明白就是说 他有一个社会问题 就是说啊 社会是这样 比如说以前的时候 父母基本上都不离异 对不对 突然 学校六有一个小孩 他父母离异了 那小孩就多多少少有点受这个排挤 受欺负 被人瞧不起 对不对 对小孩的身心长长都不好 但是后来呢 离婚率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这个班里呢 只有一个孩子 他竟然父母一直没离婚 那他肯定受到欺负 对不对 那另外孩子就你怎么回事 你父母一点都不酷 对不对 你看谁的父母没有离过婚 对不对 父母不离婚 那么你就变成了一个被欺负的 你中间都是那个少数群体 是被欺负的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中国现在这个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大家都生孩子 就你不生 那很多人就会劝你说 为什么不生孩子 你说不行啊 你说身体有问题啊 你怎么呢 你精神不对吗 或者你太穷了 要不我们接近你一点钱 你懂吗 他就会就这种同辈的 这种压力就来了 但是假如大家都不生孩子 就一个人生了孩子 那大家也都是另眼相待 大家就是 你会变得就是说 比如说以前 大家一块约着出去玩 后来你生了孩子 没人再叫你了 你说你们再出去玩 不叫我的 你孩子家照顾孩子 别跟我们一块去了 你就会有压力 你懂吗 所以就是说 越不生的话 那么你的周围人都不生 他变成一个传染病一样 就在传染 你知道吗 他就本来想生了也不生了 所以这种时候 就是说政府一定要明白 就是说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顺其自然 有他去吧 不要管 反正他也没强奸谁 对不对 他也没有结婚 这也不算重婚 对不对 什么法律都没违背 对不对 从道德上来讲 怎么说 我觉得 看三题 比如说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要素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生存是最道德的 没有比生存更道德的 灭绝就是最不道德的 灭绝就是最不文明的 就是说这个种族 或者这个国家 或者这个文明 最后才灭绝了 那这就有问题 你明白吗 我不管你到底是干了什么 或者怎么着 你这个种族就没有了 整个灭绝 烟消云散了 那你肯定是做错什么事了 对不对 那这种族 只让他能传染下去 他能够生存下去 那再怎么着 也得鼓励 对吧 所以你可以发现 以前越是远古的时期 为什么越对同情恋反感 知道吧 我经常跟你说 其实你仔细看他的法律 就会发现 他不仅仅是反对同情恋 他还反对什么 鸡肩 反对口交 他都反对 只要是不能怀疑你的心情恋 他都反对 他那个时候的古时候 他就是玩命的鼓励 你干什么 生育生孩子 你越多生孩子 他不还越能多生点人生 所以打仗时 他也需要男丁 对不对 种地他也需要人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 都是在鼓励 鼓励生孩子 知道吧 生育就是文明延续的 就是第一要素 所以生育 其实就是我觉得是 其实压倒一切 尤其 当然你那个时候 你搞计划生育 人太多了吧 你没办法 快装不下了 对不对 但现在不是 现在你人越来越少 那你现在怎么办 你只能鼓励生育 这样才能让种族延续下去 所以生存 是文明的第一要素 没有什么任何东西 能跟他去抗衡 所以我觉得国家呢 就有这种时候 少管一点多了 好吧 当然反我个人是 这么一个观点 好吧 然后而且我们也没为社会做什么贡献 当然一个都没生 对不对 看人家多生几个 我们觉得还不错 也帮我们弥补一下 我们对社会的这种亏钱 是吧 我们看看吧 明年 我们俩想明年 可能去找个代孕 还是不想自己生 自己生特别累 懒 想找个代孕 找个代孕 就能花钱请别人干的事 就不自己干 想找个代孕 找个代孕 再说吧 再说吧 我现在我也不认识代孕 以前啊 那个你忘了 还记不记得 这个郑爽 说说正常代孕的时候呢 不是谈到这个问题吗 然后录了几期节目 后来有一个加州的 一个代孕的一个公司 还在推特上联系咱们 说他是代孕公司 能不能来录一期视频 说给我们点钱 然后做一期广告 我们当时觉得呢 这事也不好说 因为那是骂代孕 卖的挺厉害的 没理他 没理他之后呢 推特上说话人太多了 早就淹没了 找不着了 知道吧 其实现在想问问他 怎么收费 了解了解 是不是 然后其实要有代孕公司的话 我们可以把整个这个过程拍下来 让大家看看 整个这个过程 到底是什么样的 让有这种想法的人呢 也可以了解了解 提前呢 有一个心理准备 是吧 我觉得其实也不错 看看吧 看看我们明年 能不能找个代孕公司 找个华人呢 大家能不能一起 就是说 如果他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配合一下 拍个一系列的这个视频 从头开始 从这个要继续要准备什么 可能还要找律师签一些协议 一些法律问题什么的 一步一步的把整个过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当然如果能找到那种合适的话 如果找不到 那没办法 如果找到合适了 我倒挺想来一下 让大家看一看 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有很多人都面临这种情况 我在纽约有几个朋友 也都是那种大龄青年 年纪的有一些可能比我还大10岁 你看我都41了 有一些都51了 自己真的是也生不了了 然后年轻的时候的奋斗事业 现在事业又成了 然后两个人突然想要孩子了 但是发现已经就是说 有一些困难和问题 那这种其实我觉得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对吧 还有我们认识的一些 就是反正各种那种 你知道吧 它也是涉及到想生孩子 你知道吧 就是 对 然后也有这种问题 你知道 所以呢 再说吧 再说吧 我们再想想 再想想 也都没想好 很多事都没想好 好吧 也要为社会做贡献 对不对 美国现在这个生育率也低 不过美国我觉得应该 算了吧 我看 怎么说呢 我觉得如果就是说白人比例就是越来越低了 当然我们希望维持一个白人的比例 但是白人比的越来越低的话 也没关系 那我希望呢 我们这个亚裔 尤其我们这个华裔 能够努力多生一点 让美国呢 就是说 我觉得 我觉得美国如果华裔更多一点 也不错 反正我觉得不能够输给呢 这个印度裔 我们跟印度裔一拼了 但印度裔真能生 这点真没法比 你看 其实华人就挺爱生孩子的 但是跟印度人比 那真的 哎呦 那印度人 那纽约的印度人一穿 那带了多少歌呀 你都数不胜数啊 你知道吗 真的是 一带带七个八个的 是不是出来 那真的是太扭了 好吧 尽量到热理吧 谢谢大家